美国的这个维持这个秩序 其实北半球南半球同时在失利 他在南太的八牛 跟他签了一个国防协议 对 我要讲 美国现在在太平洋的布局 真的不是只有在北太平洋 我们过去在九十一号客树聊了很多 不管是跟日本啊韩国啊台湾啊 甚至冲城的合作 但我们现在把目光往南半球来看 在那个八布洋 有几内亚其实就是八牛 八牛其实它很重要 是控制了整个南太平洋的枢纽 澳洲在澳洲 就像澳洲上面 其实只要这样想 就是印尼的最东边接八牛 半岛的右边这一块 加上这边有一个岛屿也是它的 所以整个八牛的地理位置是非常重要 它是掌握了整个南太平洋的咽喉的要道 所以附近有非常多的离岛 也都是在它的领海的范围之内 简单来说发生了什么事情 美军过去跟八牛的关系叫做驻军 过去美军有在这边驻军 可是两国之间实际上的国防合作 没有到百分之百那么紧密 但现在厉害了 他们两国直接签国防协议 这次国防协议搞了什么东西 第一个15年来 未来15年美军可以畅东无阻的进出哪些地方 它的海军基地 它的首都的港口 以及三处的机场 那这样子的状况 它这个所谓的共同议定的行动 包含说他们可以一起去监视 一起侦查行动 而且可以替船舶加油 跟部队集结跟部署 简单来说 这个动作 这个国防协议 大家认为说就是剑指中国而来 而且这个就等于是美国了 就是等于 他就是把他当美国 再使用 之前讲的关键了 这个案子 其实在八牛国内也是有点小争议 因为除了国防以外 美国多要求一项 这我必须客观讲 所以我们很亲美 他要求说 那美国人以后在八牛境内 如果犯法 要用美国人的刑事案件来审判 他要他有他的刑事管辖权 那这一点 八牛现在的政府 也是出来有点抗议 但是这个协议 是会继续往下走的 大概是这样 这个客观所 那美国的陆军 其实现在有动作 我们知道 其实过去这段时间 美国他一直在加强 日本的陆战队 冰海作战团 就是 这是什么 是什么 陆战队冰海作战团 本来没有 就是说 在日本这里 美国的驻军 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他希望能够 跳岛作战 非常多不同的岛屿 以暗至海 就是说 所有的陆海的防卫 我可以透过ML来处理 就是 我可以让我的部队 很快速的在岛屿之间移动 那 可是这样还不够 因为现在面对 中国的一个扩张 现在 他们要做一件事 叫MDTF 就是 多领域特遣队 要部署在日本 什么是MDTF 我简单来说 就是整合了飞弹电子网路 它可以有精准打击 精准作战 以前是让你跳岛作战 对不对 现在是直接让对方 反侵入 反戒路 所以我现在不是只有跳岛了 是如果你要打过来 我可以快速的整合 我不同系统的部队 然后我来对付你 它直接这个 你把他视为一个 更大火力的野战部队 就是MDTF 我再讲一次 更大火力的野战部队 所以它未来有火力 有防空系统 有后勤系统 那目前美国 很完整 美国的这一支特遣队 虽然只是一个 如果你把它当成野战的部队 但它是非常火力强 的野战部队 会有五支 这五支特遣部队 其中有两支 会在印太地区 五分之二 还蛮特别的是 其中有一支是 部署在北极 这个可能是对俄国 但是 你看到 他五分之二 放在 就是印太地区 就代表说 其实对于 这个印太地区 是非常重视的 对 没错 印太地区 现在是重点 全球的关注重点 老共也真的蛮妙的 就是说 你到处敲敲打打 到处敲敲打打 人家 你古巴 美国的后院 你一天到晚 都在人家的屁股后面 这样子 对 最近讲话要小心一点 你一直在 美国的后院 在那边 山峰点火的 你觉得美国会放过你吗 可是中国真的这样做 为什么这件事情会引起 美国非常多媒体的关注 就是说 美国长期以来 还是认为说 古巴是它的后院 尤其是你看在 美苏之间冷战的时候 苏联要在古巴放一个 放一个飞弹 马上造成什么 古巴危机 对不对 甘乃迪 要怎么解决 这个都拍成电影了 对 现在更扯 老共更扯 老共现在是完全接收 苏联当时的基地 现在传出 古巴有一个区域 这个小镇叫 贝胡卡尔 这个区域非常难进去 因为它在树林当中 路途很颠簸 而且外面是整个 铁丝网林立 现在直接 听说这个地方 以前是苏联的间谍基地 老共现在直接 把它给接收 而且被发现 从2019年到现在 开始进去 把它整个间谍的基地 包含卫星 包含很多探测的机器 全部做的更新 所以现在美国就抓公 你怎么会干这样的事情 因为真的是离 佛州 离佛罗里达太近了 这个间谍基地以外 前一阵子新闻也传出来 间谍基地以外 又多一个窃听基地 而且从川普时期到现在 他会怎么样 在古巴这里 装了窃听基地之后 或至少到佛罗里达州 甚至是沿海美国的几个州 他都可以直接窃听 你的通讯设备 甚至有人说 搞不好有一天 如果说美中之间 真的发生战争的时候 他们甚至利用这个间谍的基地 或者是卫星的窃听的基地 来破坏整个新电系统 好讨厌 他好讨厌 一直在人家搞一些 偷偷摸摸的事情 但是我要先讲 所有的这些间谍基地 所有的这些窃听基地 古巴的官方 跟中国的官方都不承认 但是中国的回应很特别 我们知道布林肯 就是美国国务卿 再几个礼拜之后要去访问中国了 二月份那次没去成 包装们也还记得 这次去 中国照理讲 这个时候应该要跟美国好一点 对不对 中国居然在布林肯要访中 对外的新闻发布上面 特别强调一件事 美国你来跟我见面没关系 不要干预古巴的内政 你会觉得很好笑 有没有很有既视感 很有既视感 这句话比较像是在讲台湾跟中国 他居然讲不要干预古巴 所以现在更被国外很多的军事专家认为说 虽然只有拍到画面 虽然只有看到动静 虽然只有接到情报 但中国真的介入古巴的间谍 以及窃听激励是真的 而且他们这种动作 其实老美的反制的动作 也会越强 对不对